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金公司 招股价不超过88.8港元 每首股数50股 以首入场费为4484.75港元 集资规模为4.9亿港元 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为282亿港元 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中国信贷科技平台 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务 以在贷款生命周期中协助金融机构 消费者及小微企业 服务范围包括获取借款人 初步信用评估 资金匹配及贷后服务 并以360借条应用程序为主要用户界面 公司致力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科技服务 让消费者及小微企业获得更方便 更个性化的信贷服务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是向金融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所得的服务费 另外 公司聚焦于消费信贷科技市场 并已经逐步将服务扩展到小微企业信贷科技市场 公司评级专有的技术 推出了一个直观借贷申请流程便捷的数字平台 互能金融机构为借款人提供灵活贷款期限的循环信贷额度 潜在借款人通常可以在提交申请后的几分钟内获得信贷额度 并从公司多元化的贷款产品组合中选择最切合其需求的产品 公司业务特点方面 公司的价值主张是通过科技创新连接金融机构与借款人 革新信贷服务让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服务 同时在贷款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赋能金融机构 主要客户包括金融机构合作伙伴 消费者及小微企业 公司为合作伙伴及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公司的服务一般按服务性质及相关信贷风险水平 分类为信贷驱动服务或平台服务 在各类服务中 无论涉及的信贷风险水平 公司都为合作伙伴及用户提供高效的借贷流程 改善信用评估及提升借贷体验 提供的服务包括信贷驱动服务和平台服务 信贷驱动服务方面 公司为潜在的借款人与金融机构进行匹配 赋能金融机构获得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估 资金匹配及待后服务 平台服务方面 为 切合公司的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多样化的需求 公司在贷款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提供定制的技术解决方案 例如借款能获取信用评估 资金匹配及待后服务 综合损预表概要方面 公司净收入总额从2019年约92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20年约人民币136亿元 同比增长47.1% 并进一步上升至2021年约人民币166亿元 同比增长22.6% 于2019、2020、2021年公司分别产生净利润25亿元、35亿元 58亿元 分别上升40%及65.7% 按主要服务划分的金融数据方面 2021年新来驱动服务贷款 绰合规模为162.9亿元 期末结余为64.7亿元 占总贷款的绰合规模45.6% 2021年平台服务贷款绰合规模为194.2亿元 期末结余为77.3亿元 占总贷款绰合规模54.4% 在未来计划和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约50% 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用于进行研发 以增强公司的技术及信用评估能力 并开发更多样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以响应金融机构不断变化的需求 并微调公司的服务及解决方案 约40%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使用 用于进一步渗透信贷科技行业 及扩大用户群体 约10%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使用 用于一般公司用途及营运资金的需求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360数颗股份三颗星评价 公司是以轻资本模式经营 及信贷科技平台不出资 亦不用承担信贷风险 近期中国加大力度推动信贷需求 预料公司能受惠国策 收入持续上升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360数颗股份三颗星评价 业内的大型竞争者 包括京东数颗和蚂蚁金服 均未能在香港上市 而公司的业务在香港现有上市公司中 较稀缺 拥有独特优势 加上大师回稳 预期公司上市后短期表现不错 本人是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成熟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要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